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待加铃功打电话你的同事和Stanley跟进市况 现时来说行指升16点,最近22,763点,升幅是0.08% 第二成交暂时是220亿,国企指数跌9点,最近10,381点 期指方面跌3点,最近22,740点,低水是19点 成交量方面暂时超过21,000多张 这时不如和Stanley跟进一下个别的异动股份 看到今天亚士尼升得非常之厉害,偏好是1230的亚士尼 看到今天复牌,现时是4.09元,升幅都超过1.3元 今天高位更加创了52周高位,4.45元 最厉害是升超过2成,说的是盟售,配售亚士尼的股份 大马石方面都有接货,看到股价飙了这么多 你怎样看?Stanley 的而且确,你说今天来算升幅,尤其是一晚开市那一刻 就有点而亢奋了一点 是啊 最主要本身,今次的配售价只不过是3.5元 当然大马4是有接货,但它的接货价也是3.5元 我觉得似乎你说开市的时间,4.45元 似乎过分地反映了这个因素 当然你可以说这个板块也不是第一次说的 你可以说这个对于内地的雨品液的板块 我看法依然都比较正面 因为你可以说现在这一刻,内地方面的原来又真的不够 另外这个板块本身,都算是国家一个大方向是会扶持的 也会比较多的政策,措施是会扶持这个板块 但只不过你为现时来计算 不要单单说阿士尼,看看蒙牛那些 其实你可以说他们现在现价来说的估值方面 都真的不是便宜的 所以变上这些位置再追的话,我自己是要保留 但只不过如果假设,以蒙牛这为例 假设他们的股价真的有机会分析的时间 即是调整5-10%的话 我都觉得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时间 但现在这一刻就似乎比较小偏矩 我会建议先观望 是的,刚才所说整个板块都有,政策去到扶持 其实大家都看好,好像合生元那样 更加加上MSCI的中国指数成份股里面 其实前景好像不错,比你选择整个板块 如果真的要选择一只来,你去买的话 你会选合生元,还是半身股,就是飞山月孽,还是亚士尼 都要回来看,你可以说三间公司本身做的事都真的不同 反而你说如果假设在之后的时间 我们真的扶持一些本土企业的话 这个合生元其实未必会受惠到 因为你可以说合生元的奶粉是来自法国那边 如果假设在内地方面要扶持这个板块的话 似乎一些本土公司的受惠程度反而会比较显著 所以要选择的话,当然要选择一只的话 都是选择萌牛,因为它的尺寸够大 而且你都可以说现在这一刻 都比较早期的时间,稍后的时间 假设有些政策会出台的话 都会扶持一些大型的企业 我相信萌牛是会受惠到的 但只不过都是,现在这一刻 估值上真的比较显得很贵 所以我都会建议一下 等等再买 好,谢谢Stanley,跟着萌牛的现价 2319的萌牛现在在做32.1 现在升级3% 好,听听嘉宁观众的电话 在旁边接通还有陆先生 陆先生,你好 你想问什么股份 175 本身自己有没有货? 有 什么价位买? 3.85 38.5 和现价来说差不多 现价在3.82 暂时来说股价就没有升跌 为什么值得你的汽车呢? 很多嘉宁观众问这个 是的,因为这个本身 你都可以说 我想都不可以说投资者自爱 但你都可以说 它的业绩的表现 其实做得不是太差 是 公司本身在上次公布 10月份的市场数据来说 做得都算挺理想的 所以这种股份 我自己个人看法都比较正面 事实上你可以说 你刚刚说到 你可以说公司 10月份的市场数据 做得是比较理想的 至于公司 你可以说现在这一刻 都开始是 目光方面 都打一些中档车的生意 亦都是以提高的模拟率 方面先行 所以变相之下 你说前景方面 其实我觉得是不错的 真的不差的 现在这一刻 你看到图会见到 现在这一刻的时间 以一个技术上的走势来看 似乎为3.8这些位置 初步看 是会有一些比较大的支持 所以如果这个家庭观众 本身你可能想到是短线的话 初步看 建议两个 建议一个部署策略 只要它不穿前低位 即3.7这个位置 我会建议先拿着货 上面的话 暂时现在这一刻 只要突破到4.0.5这个位置 应该有机会再重上 4.2这个位置的水平 所以现在这一刻 我会建议有货的话 先拿着货 上面先看着 4.2这个位置的水平 可以吗 陆先生 多谢你 多谢你的谈查询 Stanier 和你跟随电邮方面的查询 有个叫Vinz Ho的朋友 想问三个股份 再跟大家跟进 先说三百八百 就是金山软件 现价18.78 正在接近4% 下个交易公布业绩 加铃观众在17.5 已经有货 明天出现业绩 其实什么价位可以去到加 最近来说 由22.5以上的高位 回落了不少 去到18.5 加铃观众还想再加码 你建议吗 如果打来的话 我会问他为什么加码 那么有胆息 因为你会记得到 似乎金山软件的走势 当然今天来说 做得比较好一点 但只不过 当然公司的前景 你问我的话 不容置疑 我会觉得是不错的 因为始终公司 你可以说 不温柔那边 比较平稳 另外公司 也可以说 有些自家品牌的软件 特别是 办公室应用的软件 在内地方面 你都可以说 相当受欢迎 所以变相之下 公司的前景 我觉得是可以的 真的是合理的 而且你可以说 经过这一轮 就是调整完之后 其实股价现在这一刻 我觉得股价上面 相当来说 是开始去到一个 比较上的 比较上的 合理的水平 但是要交货 当然 都好视乎 业绩的情况 如果你假设业绩出来 是很理想的话 他的股价应该 会有个不错的表现 但只不过 这段时间 我会建议家庭公众 你本身有货的话 插着货 至于交货 我会建议你 先看业绩的情况 才再做定断 因为当然 你可以说 吹完业绩之后 假设是很好的话 股价可能已经抽升了 到时追货 我觉得都不迟 因为至少就是说 业绩的因素 可以支持股价 有个比较好的表现 但对方转 假设业绩差的话 他的股价有机会 可能会再向下 再试一些前低位 即是17元这个位置 所以变相之下 有货的话 现在这一刻 插着货先 我觉得够住货也不需要害怕 但是够不够够货 加不加住 看完业绩之后 才再做定断 好 另外一只 想跟进海通证券 6837 嘉宁观众 未有货 想问是什么价位好买 见到现价涨10.7元 6元 今天跌超过2% 看图表 有5个延续5天 都是阴足 都是要跌 好吗 这个时候去到买呢 看A股方面的表现 都比较偏远 反复为主 好吗 这个时候去到买中资犬商股 走势上似乎真的 转得差了 还有你可以说 我印象中 上个星期都有家庭公众 问过这只股份 我当时都觉得是可以直播的 当然现在这一刻 你说是否直播呢 都依然可以考虑 但是只不过 有个关键位要留意 就是10.5元这个位置 因为事实上 你看回 图表上见到 10.5元这个位置 当然是前低水平的位置 如果连这个位置跌穿了 意味着 如果以技术上来说 它有机会 可能会有更加深的调整 但是如果以基本面来说 当然 行业本身 我看法都是比较正面的 最主要你可以说 内地方面 现在三本全会正在行 但是以之前所说的 303个方案来说 金融这方面的范畴 你都可以说 在今次的改革当中 应该会有比较多些措施 可能有些 措施的表现 以及改革会进行 所以变相之下 你都可以说 对于这个版法来说 是一个商机来的 所以如果你有货 现在这一刻 如果真的不穿10.5 我都会建议先拿着货 似乎你一转的时间 跌得比较多 我相信跟A股的走势有关 但我相信随着三本全会 完了之后 A股的表现上 我觉得就直接做得 不会好也好 不会再跌下去 所以变相之下 现在有货 这一刻先拿着货 不穿10.5 我都会建议暂时持有住 好 另外Vince Ho 想问一只250 就是比亚迪电子 他在3.6的时候 已经买了 看到不少分析都说到 市场现时是看淡 电话设备股的无利 想问一下 还可否去到持有 见到家庭观众 买入价和建价差不多 现在是正在3.61 暂时没有升跌 看股价 横行了一段区间 我应该怎么看 这只比亚迪电子 代工这一边 我都觉得情况 当然 你看到外面是否很悲观 我觉得未至于是 而且公司本身 现在这一刻都多了客源 所以变相之下 你说是否很差 我觉得不是 但只不过你可以说 市场的气氛上面 似乎这一转 对于这个板块不利 所以变成这一件事 可能会对股价短期的走势 可能会有影响 但只不过 在形态上面看到 本身你可以说 现在这段时间 比亚迪电子 出现了3.0的形态 而初步看下面一个 一个比较大的支持 大概现在这一刻 起到3.3的位置 所以家庭公众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因为假设你是 现价附近买的话 我都会建议 起到3.3左右 还有一个短期的指舍位 穿了的话就要指舍 不穿的话 先拿货 而现在这一刻 才起到3.8左右 做一个短期目标价 谢谢Stanley 多谢各位家庭观众的提问 上周的问答环节时间到此为止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将会在半日总结的环节 和大家跟进一下半日A股 以及港股方面的表现 最后先和Stanley做新报 刚提及过股份 自己有没有持有 也没有持有 谢谢Stanley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半日总结再谈 大家不要走开了 谢谢大家